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巴表姐 近日白百合发泊晒出了自己日常的似乎穿搭照 穿着白色长款女装服 搭配浅色系的帽子围巾十分的青春亮丽 完全看不出照片上的她已经36岁了 白百合此次罕见的发泊晒穿搭 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一时之间就登上了两个热搜 她独树一指的穿搭风格也是被网友轮番夸赞 除去穿着和搭配 她的状态也是比之前也好了许多 之前她自下被撞见时曾是身材臃肿的样子 出门的穿着打扮也都是很随意 整个人不修边幅 额前节快的刘海更是透露出几分邋遢 而现在的她晒出镜照呢 不仅身材比以前瘦了一些 皮肤呢也是更加白皙 扎着低马尾坐着空气刘海造型的她 很显少女感啊 看不出真实年纪 白百合呢曾因出演冯小刚的 私人定制而被大众熟知 2011年又凭借票房黑马 失恋33天的成为圈内公认的票房女王 连续几年都话题不断 然后呢就在2017年 她和小鲜肉海边约会 疑似婚内出轨的视频 被曝光之后呢 她的名声就一落千丈了 即使后来声明她和陈雨凡 其实早已离婚 但她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还是大打折扣 事业呢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看到白百合销声匿迹 许多网友呢为她感到惋惜 认为白百合的演技不去拍戏 实在是可惜了 表示呢还是希望她能继续出来拍戏 但其实呢 白百合2019年全年都有作品上映 但就因为几次恋情被拍 更多人把注意力放在了 她私人的感情生活上 她的作品却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 虽然白百合沉寂了许久 但她在电影方面所占据的市场呢 近几年来还是一直没有人能够代替 由她创下的国内女演员票房 排行榜第一的成绩 至今呢也无人能够打破 1984年白百合 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一个小康家庭 据说父亲呢还是某单位的局长 母亲貌美如花 从小呢白百合就显示出过人的文艺天赋 一直都是班里的文艺骨干 爱唱爱跳 12岁的她成了小北漂中的一员 来到北京舞蹈学院附中上学 当我们还在玩着跳皮机 以为世界就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时 人家呢已经懂得了《丑谋未来》 并开始学习桂圈的那一套 一次机会呢张艺谋来到北舞为电影 幸福时光 甄选演员白百合呢也参加了试镜 但并未选中 但老母子挺欣赏她的 觉得她有演戏的潜力 遍体以后报考北影或者中系 所以呢她才改变了考北舞本科的想法 这是一个版本 坊间的流传的另外一个版本则是 她被同学举报有小偷小摸的陋习 所以呢被北舞开除 后来才考的中系这个版本有多少可信度呢 记者呢曾采访了北舞的几个老师 奇怪的是这些老师呢都一脸讳莫如深聚一谈百百合 按理说呢学校说了大明星不应该很自豪吗 只有百百合的班主任陈庆华呢含混的说了一下 她在学校的那段时间里呢表现并不好 就在百百合为做大明星努力的这些年呢 她未来的前夫陈宇凡已经成为了红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哥星 陈宇凡北京人标准的大院子弟 她父亲在海军潜艇部队服役 那时北京的影视圈资源都掌握在一群金圈大乱手中 比如王硕赵宝刚叶大一叶金等 还有一个冯小刚挤破了脑袋想往里面串 总之呢就是有人写小说剧本 有人倒戏还有人演 一切都是浑然天成 与现在的金圈呢不同 那时的金圈欲为资格比较高 必须呢是大院子弟跟着苗红才行 陈宇凡呢算是金圈里的小辈 虽然不像前者大腕一样呼风唤雨 但好处呢也不少 背靠这棵大树 陈宇凡呢自然运气不差 很快呢便出人头地 还带上了兄弟胡海泉一起玩 两人呢后来组了个团 也就是宇泉组合 1999年宇泉呢发行了首张专辑最美 销量突破百万一夜暴红 四年的冷酷到底热爱 更是奠定了在他们华语音乐圈的 最佳组合地位 唱而悠则演 演而悠则唱 一直呢都是圈中盛行的风气 陈宇凡呢也不例外 虽然外形着实不咋地 但挡不住人家有个叫夜金的大哥 2004年根据网硕小说改编 夜金导演的电视剧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 陈宇凡呢出演了男二和白百合演对手戏 金高远远牵线搭桥文章 在里面演了个男N号 为了搭上陈宇凡呢 白百合可是没少花精力 花时间 花心思 平日里呢 嘘寒问暖 又是陪伴 又是甜言蜜语 常言道男追女 隔成山 女追男的隔成沙 更何况呢 彼时的白百合 年方二十 豆蔻年华 青春可人 只要是个男人都会动心的吧 在白百合的层层攻势下呢 陈宇凡沦陷了 抛弃了那位相恋六年的女友 迅速投入了新人的怀抱 所以啊 就在我们还在为牵个小手 而脸红心跳的时候 人家呢 已经知道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 为未来获得上升的机会了 不得不说 没有点手段 真是没法再归圈立足 当时的白百合呢 叫做白雪 而陈宇凡的女友 则叫百合 所以呢 她不单抢了别人男友 改名白百合 似乎呢 还有百合能耐我何的意思 眼看着 续日同窗已经拿到了金圈门票 男闺蜜文章 按下决心 得赶紧行动起来 2005年 她与大八岁 对马依利合作拍摄 仅一位时 常常和对方套近乎 找话题 嘴很甜 人也勤快聪明 在次年赵宝刚拍摄的爆款大剧 《奋斗》中 文章呢 在马依利的提携下 分到了一杯羹 并凭借向南一角呢 迅速走红 后来呢 更是抱上了功夫皇帝的大腿 风头一时无两 百百合这边呢 也很不赖啊 在其他同学 连跑龙套都没得跑的时候 靠着男友的资源 她又接到了幸福在哪里的演出机会 大学一毕业呢 就收获了陈雨凡的求婚 成功打入了金轩 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轩太子妃 百百合呢 也很争气 婚后一年 便为陈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母慈子孝 一切呢 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就在他产后三个月 同大为的结婚典礼上啊 百百合通过老公结识了 大导演赵宝刚 酒席上赵宝刚呢 看他长得有几分姿色 便问他是干什么的 他回 刚生完孩子 正在喂奶 还是陈雨凡机灵 立马抢答道 他不为了 立马就能进剧组 就这样呢 百百合拿到了 我的青春 谁做主的入场券 虽然气氛不重 但他却因此呢 得到了另外的一个 很重要的机会 那便是被第一代著名 金简王金花看上了 成为他旗下艺人 王金花有多牛 经他几手的艺人呢 很多都成为了 娱乐圈的大咖 比如陈道明 刘嘉玲 李彬彬 胡军 范彬彬等 人送外号花姐 搭上花姐这趟 东方快车后啊 百百合的资源更是好到爆 接连出演了一系列影视剧 说谎的爱人 加N次方等 2011年河南闺蜜文章合作的 失恋33天中 两人出色的演出呢 还分别包揽了 百花讲影后和影帝 而比他红得更早 长相气质 颇相似的王洛丹呢 已经被他甩得不知所踪 所以啊 这就是人生啊 一步对步步顺 一步错步步难 就在百百合事业上顺风顺水的这几年 与陈宇凡的关系却渐行渐远 其实夫妻俩本就不是一路人 特别是百百合与易见风 陈宇凡呢 作为跳板的使命也已完成 而且呢 百百合在拍戏时 频频和小心肉的传绯闻 夫妻俩呢 早就是貌合神离 屏幕上呢 秀恩爱 私底下呢 各玩各的 2017年 在卓伟的苦心布局下 伊昂指事件曝光 百百合 出轨坐实 但王金花是谁 岂能永忍旗下一人 就这样胡调 在他的斡旋下呢 陈宇凡发出声明 自曝两人呢 于2015年便已离婚 这还不算啊 紧接着爆发了陈宇凡的出轨事件 根据他的小号显示 他和小三和时珍呢 应该是在2014年就同居了 就这样呢 卓伟好不容易翻起的巨浪 在王金花的画骨棉掌下 瞬间呢 转为微风细雨 这个危机公关的操作 堪称校课书级别 更牛的是 在出了这些丑闻后 百百合呢 丝毫未受影响 戏照拍 节目照参加 杂志呢 照拍 香奈尔的代言 照拿一个都没落下 出事后呢 就亮相了巴黎时装周 看秀街拍 非常的抢眼 何静东呢 主演的外科风云 也没有遭下架 准时播出 和梁朝伟 景博然一起合作的 贺岁档影片 卓妖机二 票房成绩依然飘红 还主演了李绍红 指导的电影 妈格世作成 并提名第32届 中国电影 金鸡奖 最佳女主角奖 好了 今天把表姐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